Sambadino县森林区的Lake Gregory是不到白亩的人工湖 风景清幽,四周山区森林密布 别墅林地是最接近LA地区的湖景,庇湖深地 Lake Gregory在山上小城Criseline 早年休斯顿小溪流过此地,逐渐蓄水成湖 那时人们称此地位月亮的山谷 后来创建Curry森林水区 有足够水源供应附近地区,吸引人们来此开发定居 使湖便以开发商的名字命名为Lake Gregory 由LA方向是Lake Gregory 首先走210高速公路往南 由76号出口往北走18公路上山 再转138到Criseline 沿湖边路即可看到湖 湖西侧几年前有投资商在此建立了水上乐园 有色彩鲜艳的巨大冲气体 包括滑梯、秋千、跳水平台 规定48英寸身高以上的游客才能游玩 儿童在此欢快地细水划船 为夏日湖边增添热闹气氛 湖北侧则是钓鱼区 许多人停车在湖边公路旁 背着鱼具走到湖边各居一方 自由自在地垂钓 不见有人管理 湖南侧是整个湖的精华区 沿着Lake Drive公路进入湖边 左手边建筑是社区教育中心 由学区和社区共同拥有 是一个多功能的社区居民与学生服务中心 平常举办各种体育活动 还有电影职业 社区舞会和各种大型活动 教育中心还与当地教堂签订合约 周日用作礼拜之用 充分发挥功能 沿社区中心往内行驶 停车场对面是一大片清脆草地 草地旁有涓涓小溪 慢慢流入湖中 另一侧有一座新颖小屋 专售钓鱼鱼具鱼饵 有兴趣钓鱼的民众可以随性买钓鱼执照 同时买钓鱼一具鱼饵 当场钓鱼 涓涓小溪的另一侧 是一座古朴宏伟的圣墨里之旅店 它被郁郁冲冲的松树林环绕 一株湖水林气 松林仙气 使它成为很多人选择 举行终身大事的地方 公园还为年长者在湖畔 画了一个休闲区 夏日好多年长者 带着休闲椅 安坐在湖边 享受清风徐来的凉上 还有两个专为狗沟设置的狗公园 波光零零的Gregory Lake 是Sambadino山上的三个著名湖泊之一 属它最小 但离山下城市最近 且灵气十足 吸引一些修行的人 选择居住在湖边的森林小屋 四周的山上 遍布了小木屋别墅 克里斯莱附近 有很多登山小镜 最出名的是Hot Rock登山小镜 很容易在手机地图上 找到停车的地方 下车后 依照沿路数上的标示 走十到十五分钟 即可看到星星岩和瀑布 因为大部分的东山客 都是向星星岩走去 不太会迷失方向 只是走到星星岩沿路 有些陡滑 需要非常小心 确保穿着十张 防滑的鞋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